在我的這個辦公室裡面 那我喝了菜頭湯之後 過15分鐘之後 就頭就開始在暈眩 那暈眩的過程我就會請 這個助理 幫我去叫這個救護車 然後去龍種 施拉解毒劑之後 就慢慢的恢復 是不是當下就覺得那個湯 苦苦的味道有什麼感覺 那個湯的味道 感覺比較 就是不是菜頭湯那種比較 不濃稠 有點像喝到勾芡的湯的感覺 那喝下去因為 也沒太注意 所以前面那幾口就先吞進去吧 就開會議的時候突然就覺得 好像那種喝很醉的那種 陰穴的感覺 對就很不舒服 所以才會 才會去醫院 才知道說原來是自己中的 這樣子 正常來講我問他說 這東西你在哪買 那沒有道理說你昨天買的 你今天就忘記了 所以這有點不符合常理 這個司機大概是跟了我 一年的時間 這個案子也進入了司法程序 所以我們就讓司法來去做調查 他會對我有怎麼樣的這種動機 我其實也覺得蠻好奇的啦 那再加上就是說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的問題 有事情就是大家應該要好好的來談 不應該是在這個文明的現代社會裡面 然後用這樣一個方式 這我覺得是任何人都不能介紹的事情 那你可以幫我說一下當時的那個經過嗎 當然經過就是在我的這個辦公室裡面 那我喝了菜頭湯之後就覺得我投了 大概過了15分鐘之後 就投了就開始在暈眩 那暈眩的過程我就請這個助理 幫我去叫這個救護車 大概是狀況是這樣 那救護車就趕到我公司這邊來 那因為我這邊院區大概就是先送中心嘛 那所以去了中心之後呢 中心告訴我說 欸 你這個是中毒 然後需要解毒劑 那解毒劑這個狀況是說 只有台大跟這個龍種才會有 所以我後來回憂鬆鬚的這個龍種那邊 大概狀況是這樣 然後去龍種 施拉解毒劑之後 然後就慢慢的恢復 是不是當下就覺得那個湯 味道有什麼感覺 那個湯的味道感覺比較 就是不是菜頭湯那種比較 不濃稠 有點像喝到勾芡的湯的感覺 那喝下去了 因為也沒太注意 所以前那幾口就先吞進去吧 那吞進去了之後呢 就是覺得 就跟普通那種 喝的那個感覺不同 所以我當年就停止飲用 那想說也 也喝了幾口湯之後 就是請那時候請協會的同仁 一起要開個會議 就開個會議的時候突然就覺得啊 好像那種喝很醉的那種 陰穴的感覺 對就可能不舒服 所以才會 才會去醫院 才知道說 哇原來是自己中的這樣子 那你怎麼發現說 真的死劑有問題這樣子 其實我也都不太理解 那主要就是說 正常是這樣 發生這些問題的時候 一定問吧 就是說 醫生有懷疑說 這個是 飲用 食物所引起的這個 修重 也有這個可能性 也不判決 那當然我們就會問他說 欸 正常來講 問他說 這東西你在哪買 那沒有道理說 你昨天買的 你今天就忘記了 所以這有點不符合常理 就是你昨天去哪裡吃什麼 你應該都是要很 清楚的 這不是在問你 什麼你一個月的時期 或者是兩三個禮拜的時期 就是我就問他說 昨天 你東西在哪買 醫生告訴我 說他要去化驗 就是榮種的突兀科 他講說 欸去哪買 他化驗看看 是不是 這一批的這個便當 或者是食材裡面 是不是 放置的不好 所以才會引發了食物狀況 但是 狀況好像又不是這樣子 問他 他有說他 他忘記在哪買的 那當然這就是 很謝謝我們市警的這個警察官 那 在主動偵辦這個過程裡面 我知道的 其實我都是有 如實的跟他報告 怎麼會是會比較 訝異 怎麼會 發生這樣的一個 遺憾的事情 對啊 這是比較讓 讓我覺得比較遺憾的地方 那市警跟著你跟多久 之前有沒有跟你有一些嫌隙跟糾紛啊 OK 這個市警大概是跟了我 一年的時間 那當然因為現在這個 整個案子 也進入了 一年多晚 一年多時間 這個案子也進入了司法程序 所以我們就讓司法來去做調查 那他會對我有怎麼樣的這種動機 他我其實也覺得蠻好奇的啦 那再加上就是說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的問題 有事情就是大家應該要好好的來談 不應該是 在這個文明的現代社會裡面 然後用這樣一個方式 這我覺得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事情 你想要說這一份餐有經過兩個人的手 就是你可以幫我們講一下說 我們之所以手工司機是為什麼 因為之前都是 大概就是司機他會 買了我的午餐 然後就送進來 大概是這個狀況 那那天特別奇怪的是 他買了之後他叫我的秘書 然後送進來 那正常來講就是司機送進來 那那天秘書他也覺得可能也 沒什麼不一樣他 他就把 午餐那個餐點 然後一併的這個送進來給我吃 那正常來講就 就不是他送進來的嘛 所以也讓我覺得說 特別的 針對這個問題特別奇怪 是不是他有 什麼樣的想法 是不是要設下一個斷頂 或怎麼樣 這我不太了解 就是說 反正這個食物有經過第三人的手 然後再交到我的 呃 辦公主吧 那給我使用的時候 是不是 會有這樣問題 我就不理解了 對啊 那過去這一年跟司機相處下來呢 他有什麼異樣的狀態嗎 其實也還好耶 就是他有沒有什麼異樣 我們也觀察不出來 他平常的唯一人呢 就 這個就不予置庭 對 呵呵呵 那當司機相處一次之後 他是不是還有跟你說 又不做 他怎麼整理說的 就我就問他啦 那他回答的東西 有一些不符合常理啦 那所以 他當然就後來可能他有他的規劃 或他的因素 所以他就跟我講說他不做 什麼都不符合常理 就是 你不覺得他這個做的 這些事情都不符合常理嗎 第一件 呃 你昨天去哪裡吃飯 你會忘記嗎 就是說你去哪裡買什麼樣的午餐 你會忘記嗎 所以他的這些做法就很不符合常理 那我再相信可能是不是 假如關友從這邊去 去了解詢問或怎麼樣 所以我也不太理解 因為現在整個案子就進入了司法調查的階段 所以我們就尊重司法 看這個司法跟法院最後面做如何的調查跟判決 那這一年來他有跟你告過 曾會有跟你解釋任何的東西嗎 都沒有 就是他後來就是 呃 就說他要離職 然後就 都不見 就是這樣 那那個湯後去化驗 驗出什麼樣的毒物嗎 現在就很糟糕一點就是說 湯呢 後來在第二天 然後被收掉 嗯 就是說在我辦公室的棠 是被被被被被收掉 那我後來我現場的嘔吐也都被收掉 所以我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最少我有我血液的 這個毒物化驗 是確實是有人 但狀況就是這樣 當時住醫治療 住院治療大概幾天 然後當時會不會覺得 哇 這是檢回一條命那種感覺 是 住院治療其實就是中毒這樣 這種算很極性 所以只要施打來解讀記之後 我就比較 輸解了整個狀況 所以其實是過了一晚 他這個是事後才離職 他不是那時候當下他就已經離職了 所以是還有經過一段時間 就我的記憶所記是這樣 等於說是事蹟敗露前囉 不是他請人轉交完餐之後嗎 嗯嗯 你幫我們回想一下 他是轉交完餐之後 過了一陣子他才離職 他不是說好像轉交完餐 然後就很害怕 然後就馬上離職 也不是這樣 大概是過了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所以不是當下離職 那他這兩個禮拜呢 他對你任何態度有改變嗎 沒有任何的改變 對啊就很正常的態度 他這一年有沒有跟你反應過什麼他不滿的事情 或是指控你什麼樣的事情 才導致說你會不會有些恩怨戰 這個我都是沒有聽過啦 那基本上 我相信人要做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一定有他的一個做的跟想法 可是問題我不是他 所以可能會不理解他為什麼要 把事情要做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那但是我是希望人盡量都要正能量 對 他這樣請問一下說 他那個司機其實他過去就有一些 像是過市場 或是酒家的前科 你當時拼用他的時候知道這些嗎 當時我拼用的時候我自己 對啊 因為當初interview這個人的時候不是 對 他算是介紹還是他自己來應徵的 他應該是自己interview過來的 對 那是我公司那時候我們的前總經理 在負責這個 我們沒有在負責的時候 比較我們不太忘記 那也因為這件事情就是 讓我更深刻的瞭解到 可能未來在病急 這個隨身司機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想問說 那在那次事情之後 你用餐生的人有跟依望的習慣有改變嗎 就是還有包含說助理送餐的部分 都沒有改變 都很正常 因為主要是那個就是 就是他從我這個例子之後 就沒有再發生過暈眩的現象 對啊 會有些英語嗎 就是有時候加點同事會虧一下 就是說 欸 這裡面沒加量完 哈哈哈 大家會虧虧這樣的事情 看了菜頭湯 看了菜頭湯 現在可能會比較稍微有點英語 對 現在改喝共玩湯比較多了 哈哈哈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